熊猫圈传来坏消息 旅日大熊猫淡淡因病不幸离世 淡淡因心脏衰竭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 经中日专家多日抢救无效 最终于3月31日凌晨去往潘达兴 所有人都在等着宝贝回国的消息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代功勋陨落的噩耗 要知道淡淡已经有29岁高龄 相当于人类百岁老人也算寿终正寝 可即便如此还是令无数国人感到心痛 毕竟她一生都在为国家外交所做贡献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回到家乡 此前淡淡已经延期五次回国 本以为宝贝能在去年年底告别国外的旅居生活 结果还是因为心脏病未能回国 为了稳定淡淡的病情不再恶化 忠心只好拍专业的杨奶爸带着一众兽医远赴日本 宝贝雄生前最后几个月无疑是幸福且短暂的 杨奶爸的到来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道光 那段时间淡淡的病情逐渐好转 即便脸上还有因心脏衰竭而扭曲的痕迹 但好在她的精神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好转 步入古希之年的淡淡还出现活动量增加